不過今天大家也關注到 鄭文燦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交保了 這個整個過程 大家覺得非常非常驚訝 第一驚訝的是 他籌錢的時間 只有花了110分鐘 但是這個相關人員 要點操的時候 居然要花兩個小時 第一次看到說 點操的速度跟籌錢的速度比 籌錢的速度還比較快 而且他是天價 他是2800萬 但是他有人說 他稍微演了一下下 還分兩次 第一次沒有籌完 第二次才籌完 但有人講說 這2800萬 怎麼那麼快 那麼神速 畢竟他就是一個官員而已 他被擠壓47天搭出來 他的衣服 其實就是要被關之前的那一套 同一套西裝 可是隔了47天 現在穿起來皺皺巴巴 完全是變成另外一個人 幾乎瘦掉一半的鄭文燦 你看他走起來飄飄的 像紙片人一樣 過往他47天前 他7月的時候 被關進去的時候 你看對比差這麼多 然後大家也很驚訝 你都被關了47天了 案子也這麼明確 結果你哥哥還準備了你的西裝 到這個節骨眼 你還這麼顧你的形象 然後這個2800萬 兩個提袋一個皮箱 速度很快 而且大家提醒大家 這是半夜 不是白天 那其他的被告 這些行賄的 信侯的205萬交保 廖俊松110萬交保 廖嘉欣60萬交保 廖立廷是25萬元交保 跟他的2800萬 差距非常的不成比例 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也包括陳學生說 他聽到整個過程 他出來的時候 有人在喊 幫他喊加油 他認為這是媒體喊加油 但剛剛有最新消息說 其實有可能也是 因為他的舊部署 有人預告說 陳學生預告 陳文燦沒有那麼好惹 他也不會冷氣吞聲 接下來民進黨 會有宮廷大戲 會血流成河 遇風 針對這個過程 我先請教你一下 110分鐘2800萬 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東西我們在現場 常常看到這些 大筆錢的進出 有一次一個建商 他也是幾千萬上億的 掉在地上 還要大家幫忙撿 這些錢通常都是什麼地方 藏好 放好 隨時準備不時之需的 只是鄭文燦比較尷尬的是 他的身分並不是建商 他的身分就是一個官員 他身分就是一個官員 怎麼會有好朋友 可以這麼情義相挺 他以前在桃園 不是很多建商的朋友 這個就是情義相挺 只是說我們法院有點落差 人家那麼快把錢籌出來 你怎麼可以數得這麼慢 法院是故意的嗎 應該也不是故意的 2800萬要數兩小時 就是他們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北三檢會準備得比較充分 北檢 然後新北檢跟市檢 這叫北三檢 常常有這種大筆的 那桃園可能 他們平常沒有準備要 到這麼多的點鈔機 來處理這種大額交保 所以就稍微延遲了一下 可是我覺得 他真的是歸心事件 所以他也不打算演了 就是說一般人 你誰有辦法在半夜 拿出2800萬 110分鐘誰有辦法 一定就是準備好的 但我看國民黨一直問的說 這2800萬背後 到底是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來自商界的朋友 還是政界的高層藏鏡人 對 我覺得應該就是商界的朋友 應該就是商界的朋友 因為他以前在桃園 兩個任期八年 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你雖然人家講樹倒狐孫傘 但是他現在只是起訴而已 他現在還在拚無罪 不要忘了 他是都沒有坦承的 所以才被求刑到12年 如果被他拚過了 他有翻身的機會嗎 因為他說他被誣陷 有沒有翻身的機會不重要 對商人來講 我今天這筆先下去 情義相提 就算怎麼樣 你也是2800萬 我不要你有一天 你活過來之後 回頭看我的表情怪怪的 所以這個時候 對我們的大哥 可能還要斟酌拿捏一下 亞民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有特別注意到 他出來的時候 他被押進去的時候 沒有戴口罩 出來的時候還執意要穿 他原本的招牌西裝 然後還戴著口罩 為什麼要顧形象 他還要重出江湖嗎 他要東山再起嗎 譬如說像玉峰剛剛講 他失口否認 他堅持自己是被誣陷了 他還有翻身的機會嗎 一旦他發生 是不是民進黨 還有包括我們民進黨 在江湖上面 真的會心風血雨 會宮廷大戲 包括我們昨天看到 有500萬的部分 說檢察官查了老半天 說裡面有動來動去 還用木盒 橡皮筋等等 以及他們家收出的678萬 原本大家發現說 家裡有錢不行嗎 後來發現不對 這些來自銀行裡面 你們都沒有開戶 請教姚明 首先第一個 我想鄭文燦前市長 或是前副院長 他能夠交保 我想這個也不意外 其實你知道在看守所 關這40多天 用2800多萬換來售一圈 這個瘦身班 減重班 有點昂貴 有點昂貴 而且非常辛苦 其實非常辛苦 我相信他戴口罩 一方面是因為 整個是熬夜的 他那個庭是側夜開 然後又籌錢的過程 我相信他這個氣色絕對不好 我想戴個口罩 他們也就不要讓媒體 去拍他不好看的那一面 對我的解讀就是很固形象 固形象就是你東山要再起 當初鄭文燦那時候走進去 其實是自信滿滿的 當初他那個在打這個 他還被罵說 怎麼會有個微笑 對 生壓的過程裡面 第一次 尤其第一次他其實是自信滿滿 但沒有想到最後居然是落得被羈押的下場 當然他現在出來了 我們常講狼若是回頭 不是報恩就是報仇 那鄭文燦有一個很特別的 今天這個交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法官說他選擇的限制住居的處所 是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的住處 他在桃園地院 他今天離開之後 他第一站是去他桃園市中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上的辦公室 應該是一個他們租的辦公室的居所 是一個什麼社區裡面的一個 然後他的助理還幫他什麼準備 租腳面線幫他什麼過火 你講的是台北市的徐州路吧 不是 他第一站 他離開法院的第一站是在桃園 先回到桃園 對 可是他選擇的限制住居的住所 卻是在台北 所以很特別 離開辦案的地方 鄭文燦他財產申報有兩棟房子 名下有兩棟房子 一戶在桃園市盧竹區 一戶在台北市中正區 就是他後來選擇限制住居的 我想有一種可能是 他為了貼心讓家人不要煩惱 所謂的就是他希望他被 因為他是被媒體會大量看管 限制住居每天要去派出所報導 到時候就會有所謂的 文燦休息站 所以他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家庭 或是說他的家人被打擾 所以讓家人留在桃園 他到台北 這可能是一種考量 可是另外一種考量 我剛剛講的 有休息站 有媒體 鄭文燦如果要透過 每天透過這樣的管道 釋放一點什麼訊息 每天媒體去問他 如果他突然講了一個 那些誰誰誰也跟我講了 如果變這樣的話 賴清德或民進黨裡面 可能就要擔心 在台北的媒體跟在桃園的媒體 就不一樣了 我相信耀州 你說他多了一個舞台就對了 很好操作 他選擇在台北限制住居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再來我們講這個鈔票 其實鈔票的關係 所以你是說他預設了埋伏筆 準備要報復的感覺 也有可能是報恩 報恩 對 就是在台北究竟 像透過管道跟賴總統去示好 也有可能是和解 這機率是負的吧 當然這個所謂的鈔票 其實玄機就在於說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銀行開戶 你要怎麼拿到這個銀行的現金 除非你跟別人借 所以鄭文燦的關鍵就在於說 包括星光銀行 包括永豐銀行 這兩家的鈔票 你在你的房間裡面 在你家裡面找到的時候 你要解釋這個錢從哪裡來 否則就叫財產來源不免罪 好 喜歡恢復哥 有看我們這一段 要請教玉峰 剛剛講到星光 其實剛好有一個案子裡面 有傳出來說 就在這幾天 在辦鄭文燦的時候 流出了一張照片 之前有殷系新潮流 他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有進出鄭文燦的官邸 但是畢竟是自己派系 這個同黨的人 這也沒什麼 但是現在釋出來的這張照片 時間是在4月19號 居然是星光的吳東進 還有包括林伯漢 他進出了鄭文燦的官邸 這個傑虎眼上面 除了鄭文燦出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現在是心心病 資深媒體的陳宇軒 有告訴大家 這剛好在記者會中訓 在搶親的關鍵的 倒數的這幾天裡面 這樣的照片出來 釋放什麼樣的訊息 他說拜會時間是4月19號 星光是在4月18號發布 有心心病的這些相關的通知 這代表什麼 他直接下一個結論 賴清德已經盯上了 這些前朝的孤魂 前朝孤魂指誰 美花 美花 滿天下的美花 美花一下公職之後 立刻擔任台心經的讀董 當時很多人 不管業界或者評論員都說 他就是要去當門神 那台心經要這個門神幹嘛 主要就是接下來的 這些金控的合併裡面 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現在傳出來說 是不是他的能耐能力 賴總統也許就沒有那麼認可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 英系蔡英文以前的人馬 等於說好像是告訴大家 吳東濟你拜會鄭文燦 你已經晚了一步 還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 銀行局的副局長林志己 他在8月22號講了一個 大家覺得還滿有趣的 他說這個星光晶跟誰在一起 到底好 這是台心好 還是中信好 他說不是聘金高的 就一定會幸福 大家都知道誰的聘金高 中信比較有實力 你在酸中信嗎 你在幫助台心嗎 結果這個話講完沒多久 他隔了兩天就被撤換了 而且換到了 不是高升銀行局局長 是變成檢查局的局長 你就沒有從事這相關的業務 立刻等於說形同事被拔掉 這是傳出來的一個訊息 還有人說其實他是顧立雄的愛將 等於顧立雄夫妻兩個 這個偶心立作的事情 現在可能要急轉彎了 有人講說小心賴清德 已經盯上了你們了 請教玉峰 對 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很簡單來看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看這個照片 我們看一下 吳東靜 林柏翰 四月進出正文上這個照片 大家覺得是誰拍的 外面說是讀者提供 誰會 哪個讀者會這麼無聊 專業狗仔 對 我覺得這看起來 外面都在傳 這是檢調拍的照片 檢調拍的 這是檢調拍的照片 你那個地方一般人 誰會去那個地方拍 然後用大砲泡出來這個樣子 然後檢調的照片 怎麼會流到特定的一個地方 然後就變成讀者投書寫出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們不要再搞了 這件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你們可以上下其手的 美花 其實我們在這節目 常常提到美花 從之前的各式各樣的 財經政治問題 然後還有電費的問題 其實我們對美花 我們也是常常 美花以前是著作權相關的 它跟所謂的金控 有什麼專業相關 對 可是你看那時候 台新馬上請他去當讀懂 讀懂年薪金元 大概是 應該是有到千萬 接近千萬的一個等級 那再加上這個林志吉 其實我覺得方向已經很清楚了 可是重點來講 今天最新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你們中信金出的錢比較高 然後台新金也想要取這個星光金 說是你們一家人 這些東西來講 今天金管會在討論一件事情是 你們的內積內控誰比較好 不是說你聘金比較多 然後你就一定取得到 重點是這兩家公司到底誰 比較少出事情 那麼今天很特別 竟然在討論這個 精進病的過程當中 提到了其中有一家 就是中國中信 中信竟然有行員變成詐騙集團 他不是幫助詐騙集團 而這東西被人家拿出來講 這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去指你這個中信金 這應該是雙方在鬥 你鬥我的黑料 我鬥你的人 對 可是因為現在來講 台灣最討厭的就是打炸 就是詐騙 要打炸 你說是大忌 對 你說行員 然後因為那行員真的很特別 那個行員就在內湖 他竟然是變成詐騙集團 然後幫詐騙集團 開臨時的額度 開到2000萬 你現在一般 我們要去匯款50萬 有時候匯款給我爸爸50萬 問了半天 你像這樣幫詐騙集團弄 而且那個案子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突然講到那個案子 而且那個案子裡面 竟然有人是被拘禁的 就類似柬埔寨的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對中信就很傷 所以現在來講 兩邊的話 其實就是在大鬥法 就先拼心 不到最後一刻 可能都還會有變化 對 所以這真的是很難去講 但我們看到的 是不是真的有所謂賴清德 在把這些前朝的這些 包括美花 包括我們的顧先生 他們的影響力要把牌除掉 其實這是必然的 這是一定的 因為過去來講賴先生 在當副總統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事情 他已經有很多的不滿 只是不好意思去說 那你說在現在來說的話 你直接把王美花 找去當讀懂這個 確實這個手法 大家都看得太明確了 很多人都幫前一任 這個擦屁股 搜救帳 包括謝國良 謝國良就是幫前朝 搜救帳 結果他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的是人家要罷免他 但是今天有個最新 大日經營 大日這個名字大家熟悉吧 Net那個商場 大日就是Net 他們的這個房東 現在有傳出有一個案子 已經被起訴了 這個案子是從去年開始辦 基隆市政府也就是在前市長 林宥昌主政的期間裡面 有一位交通處的臨時人員 他跟大日來收會 然後協助他詳章的各種方法 取得他繼續的 比如說他可以減少稽查 減少損失 讓他可以取得相關的標案 還有另外一個停車場 跟其他的也有不同的行為 這些事情都是出現在 林宥昌擔任市長的期間 但是現在大家要問 顯然現在的市長謝國良 他是發現大日這一個店家 這個業者是真的有問題 他要去處理 不管你覺得他處理的手段 是如何 但是這樣接續下來 你現在還要回過頭去罷免他 這樣所有的過去嗎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我們從這個 其實這個東岸商場的爭議 其實就源自於謝國良市長上任之後 把大日的優先續標 這個續約的權利把它廢止 為什麼要廢止 就是因為這個弊案 因為這個弊案在當時 在前一任市長任內就發生了 那時候檢調就去搜索了 然後所以一直都還沒有去 這個就是偵辦的過程 那因為有爆發的弊案 所以謝國良市長上任之後 他認為說大日既然有弊案 目前正在偵辦中 他就不宜優先取得這個標案的 繼續的續約 否則如果謝國良市長沒有做這個 今天這個起訴 出來大日繼續得標 那會不會就說 謝國良你們有土力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覺得這個整個 如果沒有土力就說他無能 對 我們回到原始的這個案件來講 大日這家公司目前確定了 就是說他們包括 他們公司裡面就有八位 包括負責人 包括這些所謂的員工 有八人被起訴 那西龍市政府有一個臨時人員 跟兩個公務員被起訴 那這個過程到底是怎麼回事 包括結果我發現 本來以為是另外一個停車場的案子 就發現連東岸商場的這個部分 都有人捲入 那表示大日就是用錢來搞定 這些所謂的基層公務員 可是問題就來了 爸 我要問一個 因為他是臨時人員 臨時僱用的人 神通這麼廣大 沒有上面的人嗎 沒有上面的人指示嗎 這個有點像 最近台中有那個超表員 沒有去超台電的那個表 然後就 你要怪台電還是超表員 台電會怪超表員 都怪了 可是像這個案子 他是說那個臨時人員 就是負責去積合你這個廠商 有沒有什麼缺失的 比如說我買通了這個臨時人員 那個標案如果今天有優先續約 我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他本來是用這樣的方式 我把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有這個權限 關鍵在於說 這個人有這個權限 可是這個就有點像說 端木正你相信他會自己去做假帳嗎 這個臨時人員 你真的覺得他這麼好溝通嗎 上面都沒有人指示嗎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進一步再去查 但是目前也許證據 就只有辦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證據只有掌握到這個部分 所以他只能辦到這個部分 但不管怎麼樣 今天大日這家廠商 確實是有問題的 也被檢調揪出來了 後續當然進入司法的階段 我覺得關鍵還是在於說 要還謝國良一個公道 這個就東岸商場的部分 至少在大日公司 不應該續約的部分 謝國良是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 拜託拜託